在纽约法拉盛职业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 在这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你随便与哪个华人擦肩而过 他很可能就是通过寻求庇护 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 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显示 2012财政年度来自中国的移民 在美国移民法庭申请庇护的人数 占206个国家或地区申请总数的25% 李进进认为 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 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权状况 不论是在英文新闻报道里 还是在中文报道里 是越来越糟糕 不是说越来越好 中国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主要理由 为因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信仰或参与社会政治组织而遭受的迫害 2012年底 联邦执法机构对纽约中国城 10家律师事务所采取行动 逮捕并起诉了包括6名律师在内的 大约30人 一些律师使用欺诈手段 办理披护案件的细节得以披露 美国国会也举行听证会 对披护欺诈表示关切 李进进承认 披护欺诈是移民律师界的普遍问题 但非华人所特有 他说 律师在宣誓职业时就确定了不能欺诈 但是律师代表当事人利益 有责任帮助当事人了解遭受迫害的事实 他问很多妇女 你为什么只有一个孩子 有着一千多大部分为敏级教友的阮神父也认为 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 没有身份的移民 只要遵守法律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教会也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 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把他送回去 他一无所有 他回去根本没办法生死 根据美国司法部移民审核执行办公室的数字 做出的统计显示 中国人在移民法庭上获准庇护的数字 在逐年上升 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亚美研究教授 黄志忠说 基于更多中国人政治庇护是美国的一项政策 法官法庭并不希望把所有的这些申请退出去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跟整个美国的这个大观有 宏观有问题 就是说美国经济上是需要 需要移民的 那么很多雇主是特别喜欢非法移民 你看这么多这个 墨西哥人来的 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在法庭方面 就是在理论上面就好像不能够完全退 不能完全拒绝 不能完全拒绝 李津金认为 保护受迫害者坚守难民权利的国际准则 是美国庇护政策的基础 他说 纽约有将近30个移民法官 他们本身就是移民的后代 非常容易理解申请人的处境 我不管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的 但是有一点你是肯定的 你是为了我们一个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美国这块独立 来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来了 然后很多反观就是 心态就是 你给我一个理由 你给我一个理由 我就给你一个身份 有些反观就这样 所以有些反观开口 我感觉说 I hate to deny 你发现是什么意思 我讨厌否定你真的没有 美国之音方斌 小婷纽约报道 我不管我 他知道 你可是我 我讨厌否定你 不是 没人 我讨厌否则 我讨厌否定你 是不是 我讨厌否定你 做什么事 我讨厌否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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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描否定你 我讨厌否定你 这些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